那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這樣子熱爆了的天氣 下星期還會再持續嗎 這一週都是這樣的天氣 而且更進一步來談 大家都很擔心 以後每年的夏天都會這麼熱 甚至會一年比一年熱嗎 如果大家今天是禮拜四 往前面看幾天 昨天前天 大前天其實37.9度 然後昨天跟前天 是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呢 今天跟明天的情況 明天情況會跟今天很像 台北還是有可能出現 差不多超過38度的高溫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明天 有沒有可能再創紀錄啊 這還要很多條件的配合 就像我剛才講的 這個絕對溫度的 相關條件 對有很多很多條件的配合 才有可能出現這種絕對的溫度 包括日照時間的延長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明天至少還是很熱 還是很熱 38度就是很熱了 超過體溫都很不舒服 那接下來禮拜六以後呢 就跟昨天跟前天一樣 太平安高壓稍微弱一點 然後雲稍微多一點 然後午後雷震雨的機會多一點 沒有那麼高的溫度 但是還是36度以上 還是高溫 但是沒有像這種高到 超過體溫的高度 未來呢 以後每年夏天都這麼熱嗎 這個就很難講了 因為其實從整個長期來看 從1990年以後的夏天的溫度 大家溫度是一個上升的趨勢 是一個上升的趨勢 那升升到什麼程度 那很多情況 是不是溫室效應大塊 帶來的一些情況 是不是會持續 那哪些地方會更熱 這個是一個長期的研究 我們沒有辦法去說 預測會不會越來越熱 是 可能明年 至少可以缺點一年是 今年的夏天都會很熱